记者姚月红,王定撰台北报道,社会瞩目的新北市永和分尸案,绰号OBS潜逃菲律宾的主贤美及次轻师Mayor Oran Shlomo,钟文宁,孙沐生,本月出于菲律宾落网,据了解,刑事局押解OBS人马搭乘华航CR704班机,班机已在下午4点47分起飞,预计今晚7点左右抵达台湾, 将由专案小组制作笔录后,借送新北的检署侦办,据了解,孙沐落网时向当地警方公称,在屋内的5、6名男女友人都是自清界的朋友,否认在台湾涉及杀人分尸案,孙沐具备美国及以色列双重国籍,身份敏感,因此,非方对孙沐潜台一事,始终持保留态度,孙沐家属也不断透过国外交单位 试探孙沐返回以色列的可能性,性经握住菲律宾代表处多次与非国移民局等相关单位协调,终于完成孙沐从菲律宾潜台程序,在刑事局员警戒护下,顺利自菲律宾押解孙沐返台 目前因尚未侦寻孙沐,其涉案犯罪事实部分仍带检警专案小组进一步调查 检警指出,Maya Oren Shemo,钟文明,孙沐生,在案发后随即跑往菲律宾,刑事局国际科街或孙沐潜逃菲律宾,而且想转往其他国家等相关情资后,即刻会整国内各项情资,协调联络官联系相关窗口合作查期 基于台非长期警政合作情谊,非方允诺全力协助我方击部孙沐,并由菲律宾国家警察总署,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PNP,筹组专案小组承办此案 为防止孙沐由非国转逃他国,我方处通报非国移民署,Bureau of Immigration,BI,留意孙沐出境 也同步向国际发布讯息国内获取孙沐逃往菲律宾动态相关记录与可已隐秘处所 经非方多日跟肩,逐步锁定孙沐藏身处 而孙沐生性狡猾,刻意躲避警方追击,隐藏数个处所 让非国警方锁定查期时,都差了一步 孙沐还曾企图向以色列驻非国单位寻求庇护 但当时因假日作罢,本月5日23点24分左右 非方国家警察总署情报处情报总队与移民局乞讨组联合专案小组 发现孙沐藏匿在非国女性友人的朋友位于菲律宾黎萨省一处公寓 Cambridge Village Condominium Kinter, Rizal,终于将孙沐逮捕 请养操耷地宏